经过五个季度衰退之后 香港经济在2020年第三季度迎来改善 日前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疫情之下 全球经济持续为米 未来 香港经济的重启需要积极参与配合国家的内循环发展策略 相对来说越来越重要 所以有几方面就是香港的企业也要学习 第一就是怎么去了解内地这个非常大的市场 第二就是怎么学习 就是在利用内地这个近年来来说 发展很好的电子商贸平台 这是一个新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如何建立香港一直来游 但是还要巩固的本性的饼牌 还有就是专业的服务条件 11月15号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 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邱腾华表示 RCEP的签署和开展是区内经济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在RCEP的15个成员单位内 有13个已与香港建立了贸易关系 他指出当时机成熟之时 香港也热切期望加入协定展开对话 RCEP或RCEP本性就是香港主要市场的组成 如果你把这个石头国家地区 比较一下香港的这个进出口贸易 他们就是占了香港进出口贸易 第二就是我们早在2017年的时候 当我们总结完成跟东盟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言在线就是说 我们希望加入这个RCEP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香港已经对东盟表示香港愿意成为第一批 当这个RCEP成立之后第一批加入的地区 邱腾华表示除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外 香港近年来也着力扩展在海外市场的直接参与 他此前曾透露 继驻曼谷经贸办事处后 香港将于2021年1月至2月 在一带一路的重要站点阿联酋迪拜成立第14个经贸办事处 主要针对中东市场 邱腾华表示 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将成为香港开展全球贸易的新方向 香港需要按照本身的条件跟全球去进行贸易之外 一个新的方向其实是来自一带一路 包括一些直接的投资 包括一些好像金融的合作 也包括一些贸易上面的方便等等 国家最需要香港参与在一带一路上面的时候 不单单是贸易方面 还有就是专业服务方面 好像一些跨国家的投资 往往需要很多的基金 这个是金融服务 还有就是在很多的主要的商贸的插谈里面 有很多专业的服务可以提供